Hi! My name is Guy Ewan 今天要來開箱一個超大的東西 這是我們的YC Onion Hot Dog 電動滑軌 那我們就直接來快速開箱吧 OK 所以盒子裡面有一個超大的收納袋 這收納袋拉鍊超爛 已經爆炸了 OK 所以盒子裡面有一本說明書 然後有一條Type-C的USB線 有四根六角扳手 一些小小螺絲配件 然後我們的電動馬達 這個是第三代的電動馬達 它叫做BUNN BUNN是饅頭 那最後這就是我們的120公分 超級長的滑軌 那我們就直接來組裝一下 OK 那我已經發現第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電動馬達中間有一個轉軸 它已經生鏽了 剛拿出來全新的就生鏽了 這個滑軌拍出來的影像 平時真的沒話說 它真的拍起來超級滑順 不管是你電動馬達使用 或者是你把皮帶 直接用手來推動 都非常滑順 這個電動馬達有支援慢慢緩停 就是它會慢慢減速 不會讓你相機震動 然後再慢慢的加速 所以你的畫面永遠都非常非常的流暢 但我覺得稍微不足的地方 可能就是它沒有辦法調整說 欸 我們要多長的距離 慢慢減速 所以我可能想要 這麼樣的長度慢慢減速 它沒有辦法調整 我也不知道其他公司 有沒有辦法這樣子調整 但是我覺得如果加入這個功能 會讓這個滑軌更棒 之前我用過電動滑軌 它們安裝皮帶的部分 它時間都要花非常非常久 不管是安裝或拆下來 都很麻煩 但是這個全新的設計 我覺得真的是超棒 你只需要幾秒鐘的時間 你就可以快速把你的馬達裝上來 然後皮帶裝好 你就可以直接開始拍攝 這真的是超級好的設計 那我皮帶的鬆緊程度 就是在另外一邊 只需要輕鬆用一個六角扳手 你就可以把它鎖緊 但有點可惜 就是你還是需要準備一隻六角扳手 它們如果裝上一個 像是手轉的螺絲啊 或者是手轉的一個把手 我覺得會更加方便 這個部分就有一點可惜 那雖然它可以快速從電動滑軌 直接變成手動滑軌 但是我覺得它如果可以 把這個電動模組的位置 加上一個 可能它們在設計一個 可以有阻力的手動推軌 我覺得會真的超級厲害 就有點像是Elechrome 那樣子的手動阻尼嗎 推軌 就你可以推 然後它有一點點的阻力 讓你推起來更滑順 而不會有點推太快 或者是有點緊急煞車的感覺 你可以慢慢的推動 我覺得會更好啦 就不知道它們會不會設計這樣的東西 我們在開始使用之前 我們要先設定好我們的A點跟B點 就是我們的開始跟結束的點 那我們設定的話就是按著A 它就慢慢的移動到A 那我覺得這樣子是有一點麻煩 就是你 速度很慢 然後你一定要從A先設定 然後才能設定B 而且它的方向是固定的 所以這邊一定是A 這邊一定是B 它沒有辦法 就是它可能相機點靠近B點 它先設定B點 它沒有辦法 它一定要先去A點 然後再設定B點 我覺得這是很麻煩的地方 而且像這麼長的滑滾 所以我們從頭到尾 真的要非常久的時間 我覺得真的是會浪費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我一直都想要有一個功能 就是你可能先設定好A點或B點之後 我們可以設定說 我的滑滾是這麼長的長度 我們現在是120公分 那我們可能就輸入個120公分的長度 那它就會自己知道 喔 我設定好A點 那我B點其實我就知道了 那它就一定要我這樣慢慢的按 然後到了B點自己手動的設定 啊 有點可惜 所以我在開始拍攝之前 我會需要1到2分鐘的校正時間 有點久 但是沒有辦法 那你只要一斷電 或者是你再重新開機的話 它的AB位置 它就會沒有辦法恢復 除非你拿手機APP 再重新連接 不然它這邊是沒有辦法記憶的 我希望如果公司可以更新任體嗎 可以讓它記憶 就是可能斷電啊 或者是這邊重開機的話 它這邊還可以記憶 你上次的AB線位 可能你只是要移動這個滑滾 然後我去關機 然後訂好位置 我又重開機 那希望AB線位 它我設定好AB位置 都還保留 就不需要再拿出我的手機 再重新連接 這樣也花非常非常多時間 就不方便了 就希望它可以由這個功能 直接存在我們的機器本身 這個滑滾的速度調整 我覺得它非常非常的粗糙 它差不多在60左右 它會速度銳減 或是暴增 所以60是一個臨界值 就是要嘛非常快 要嘛非常慢 它中間少了很多的級數 就是在60左右的數值 它的速度會非常非常 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這個馬達的噪音呢 在60以上 我覺得算是非常非常明顯 所以如果你在一個比較小的環境 又需要收音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可能它的馬達速度 你就要調慢一點 那它只要稍微 60以下一點點 它就會變得超級無敵安靜 幾乎是完美的狀態 靜音馬達的概念 這YCO年的第三代電動滑軌 這個控制模組 叫做BON 蠻頭 那我覺得它不需要使用APP 你其實已經可以使用 百分之可能90的功能 除了縮時攝影 你可能需要到手機的APP去操作了 那你其他的功能 完全可以在你的控制盒上 直接做操作 完全不需要用手機 我覺得真的是超好 像是我們的AB線位設定啊 我們的速度快慢啊 我們要重複一次 或者是一直重複 就全部都可以設定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速度調整旋鈕呢 我們只要稍微轉快一點 它的數值會整個顛倒跑 所以你只能一格一格一格 慢慢的來做調整 你不能快速從可能50的速度 然後調到100 它會整個顛倒 然後變成20之類的 那我不知道這個東西 到底有沒有辦法 可以透過未來的韌體更新 來做修補 或者是怎麼回事 就只能看YCO年 他們要怎麼把這個問題解決 或者是就在等 熱狗第四代出現吧 這一YCO年的熱狗華鬼第三代 就是有搭配這個BUN 電動模組的 超級厲害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垂直撐重 6公斤的重量 這真的是超級厲害 而且它可以維持 一定的上升跟下降速度 不會下降的時候比較快 上升的時候比較慢 我覺得這真的是超級厲害 這是在這個價錢 應該是唯一能做到這件事情 6公斤可以垂直6公斤 這沒有在開玩笑 這真的是超級厲害 這個華鬼最短跟蹤距離 就是我們相機永遠只向同一個目標 這一個功能 它差不多最近距離是60公分 你如果再更靠近 它就沒有辦法正確的 去追蹤你要拍攝的物品 你要拍攝的物體只要超過60公分 你就可以輕鬆的透過左邊右邊 這兩個旋鈕來控制你相機 偏左或偏右的速度 這個電動華鬼是有手機APP的 然後我有一個非常喜歡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知道你速度 從A點到B點 它需要花的時間到底多少 它這裡會顯示 但是它也有一些問題 像是它有的時候有辦法直升 有的時候又沒有辦法直升 有的時候APP會停止回應 有的時候APP又一直斷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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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叫你重新連線 就它的APP不太穩定 轉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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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縮時攝影有超級詳細的設定 我覺得真的是超讚 最後到底誰設賣這個 YC ONION 熱狗華鬼第三代呢 我覺得第一個非常厲害的就是它的電動模組 跟這整個華鬼 重量非常非常的輕 所以如果你想要攜帶方便 或者是你不想要扛很重很重的東西出門 或是在家裡移動的話 你就很適合買這個電動華鬼 真的是 這應該是目前市場上最輕的電動華鬼 你買不到更輕的電動華鬼了 第二個我覺得超級厲害的就是它的電動華鬼 可以承重6公斤 6公斤真的是超級厲害 你平常橫的使用 可能用其他的華鬼品牌 其實沒有什麼差 但是要垂直承重6公斤的電動華鬼 其實就少了一大半 那這個YC ONION 第三代的電動華鬼 這個模組 主要是這個模組 這個馬達 它的強度更強 可以更滑順的攀爬跟降落 我覺得真的是超讚 OK 這種我們今天的 YC ONION 熱狗華鬼的開箱跟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這邊用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NGY 1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BY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